然后第十七 律法和重生之人的关系是什么 之前已经答了 在未重生之人之前 所以我还要责备你 这个书到底读没读 读了竟然问出这样的问题 读完了 懵懵的也不知道 然后随便冒出来一个问题 好奇就问 也不经过大脑思考 我问的问题 是不是书里面已经得到解决了 所以有的时候问问题之间 问完了再回头问问 这个问题是不是书里面已经解决了 如果解决了就重新回去找 解决了就读懂了 自己就长进了 我的疑问借着读书解决了 如果读了以后 自己所有的思考之后 仍然不懂的话 问老师 老师肯定给你解答 所以律法和重生之前 未重生之前的人的功用 主要两点 第一是因为显明了神的义 神就他们没遵守 所以定罪 显出他们的悲惨和咒诅 然后第二就是 勒住 配头 搅环 勒住他们 不至于 让他们进行 自己心当中 所有的恶念 照着自己所有的恶念 恶欲 进行所有的恶 所以 一个是定罪的功能 使他们无可推诿 让他们认识到 自己的悲惨 直到他们 回转 神护照 回转 归向基督 圈在罪里 第二 就是 勒住 限制他们 社会性的意义 就是 限制人的罪恶 保持社会一定的秩序 不至于进行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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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